法庭应不予采用 律师提醒有效 请第二第三证人出庭 两位证人 你们要为你们所提供的证词 负法律责任 所以你们要实事求是的回答 本庭提出的问题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证人 那天家庭聚会 你们二位在场吗 在 在场 被告和你们是什么关系 是他是 是我们大女儿 女儿 那天你们家庭聚会 原告和被告争吵过吗 吵过 吵好了 桌子 是不是被告先的 是 是 是 被告在掀桌子之前 说过 你去死吧这句话吗 他 是 是 说过 是 是 证人 还有什么药补充的吗 有 报告 请讲 那 我大女儿正好 被告 对 报告 被告 被告正好他 他 他小时候得过大脑炎 他 他有精神病 吃饭那天他犯病来的 真的 第三证人 被告 被告 你们的大女儿 小时候 得过大脑炎吗 是 得过 被告精神不正常吗 不正常 被告 经常犯病吗 经 经常 被告 被告那天掀桌子的时候 犯没犯病 犯了 第二证人 被告那天掀桌子的时候 犯没犯病 犯了 他犯病了 他 没有 他没得过大脑炎 没有 他 我给你们叫了车 送你们回去吧 好不好 不用了 爸 我有自个儿回去 你 你 快 快走吧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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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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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你现在追上他们 他们能告诉你些什么呢 我就想知道 他们怎么了 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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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笑容 今天咱们这么说 倒是把好儿给解脱了 可是笑容该怎么想 哎呀 顾不了那么多了 要是真的把好儿送进去了 那咱俩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是啊 也没有别的办法 现在呢 就是宁肯舍一头 那宁愿得罪秀也得保住好 要是不把好保住 你说咱俩这心里 受折磨呀 是 是 是 我想不开 我真的想不开 我想她们可能是怕正好 受到法律的制裁吧 小姐子被烫成这样 她们看不见吗 正好一次次地伤害我 她们为什么只替正好想 为什么不替我想想 你是她们的女儿 可正好也是她们的女儿 她们不愿意看到你受委屈 也不愿意正好被送到监狱里去的 做父母都是心头肉 她搁哪一块都会心疼 正好是她们的心头肉 我不是 我受伤害了她们就不心疼 你不要因为受了委屈就乱说话 你受了委屈她们怎么会不心疼呢 她们心疼过我吗 正好一次次地伤害我 她断送了我的决业 跟我抢工作 还夺走了我的爱情 她们心疼过吗 她们阻止过吗 我觉得 我觉得 正好是她们亲生的 我不是她们亲生的 晓儿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真有可能 我真有可能不是她们亲生的 真没想到 你爸你妈能说出这样的证词 对我们太有力了 不会是你安排的吧 我没安排 那她们怎么会这样讲呢 我不知道 会不会你小的时候 真的患过这种病啊 我没病 太好了 什么叫太好了 证词啊 证词太好了 这对我们太有力了 只要保证她们不推翻证词 这件案子 法庭就定不下来 你觉得你爸你妈怎么样 她们会不会翻证 应该不会吧 我了解她们 她们都是老实人 说出来的话 应该不会变 这就好 我估计你妹妹那儿 也找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 证明你没患过这个病 应该找不到吧 不 我说你们以为够狠的 非要把你送进监狱不可 你们是亲子妹吗 废什么话 是不是亲子妹都不知道 当什么律师啊 你这是 行 郑叔您就别来 没事 出血了 爸 太阳